玩具TV第五季第首一集第七節 3ZERO CROSSOVA 3A DIY TRUCK SQUARE Hello 馬上跳過來了 有這個DIY TRUCK SQUARE 其實這個造型大家都很熟 都很熟 因為都是大家傳說中的盒子 但今次帶來這七隻都有點來頭 大家看看每一盒的左上角 你會看到究竟這一盒算 對不起,因為我剛才拍的時候有點凌亂 所以就不要看過公仔 其實這幾隻都是 早前我們去了上海STS Brian有拍過 其實STS裡面我們有個發佈會 發佈會就說 接下來我們公司會跟七個設計師合作 六個應該這麼說 因為Ashley一向都是自己人 對,是自己人 接下來跟六個設計師合作 我們首次 其實有些已經在合作中了 但是開初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去跟3ZERO CROSSOVA 3A 再加起來 這麼多位設計師一起去為這個展覽 或者為這個發佈會去做了一批特別設計的盒子 可能大家都會見過日本人很流行的 找一些藝人一齊回來設計 現在就是 這個AVENGERS 3系列 找了幾個日本藝人 然後就把一個Ironman游過去 對,對,對,對 類似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用我們 類似用Square來做一個分空操作 然後就跟大家去CROSOVA 前後有七個 我們就配合了 這個是祖道老師 祖道老師 可能早前也見過我們 跟她一起合作 阿牙 接下來也會有小海女那邊的新合作 然後這個Ashley Wood 大家都很耳熟能詳 亦都非常欺愛 對,然後這位就是CAN WONG老師 就是MOLIN 而且是鐵人兄弟那邊的中樓底柱 然後就是Steven Troy 其實他近這兩年就比較活躍 在這個玩具界裡 他之前也拿了很多關鍵 今年也拿了 這兩年拿了很多關鍵美術的獎 所以這個都很棒 所以這個風格很棒 有日本也有獎 另外一隻膠像像陶瓷一樣 很漂亮 然後就有這個柴犬 就是王家衛老師的設計 王家衛老師在國內是很寒 如果大家可能有打機 也都聽過王者榮耀 他現在幫王者榮耀畫一本漫畫 再之前的時候 其實在日本也拿了很多漫畫獎 這個就是天水榮耀老師 和夏偉智耀老師一起夾 就是Ultraman的作者 也是武裝機夾的作者 接下來跟我們公司Crossover 會有一套叫Dragon Circus 特意為我們原創的一個世界觀 我以為是有一個叫Ultra 不是 接下來也會有一些關於那方面的新合作 這個就是Calvin Calvin就是做重甲市鬼 也幫我們做3.1 也是去做我們In-House的Creative Director 那我們就開始刷了 我們由Ashley開始了 好 這個必須的 其實是兩個自己人 對 兩個自己人 這樣呢 我們 我們 我不如一次過刷 你說吧 好 我們不肯轉 這樣呢 也不需要說太多了 其實這個Ashley的 一些小盒 要往用開很漂亮的舊化色 因為其實Ashley在舊化上面 大家一起努力了很多年 所以其實她給資料的時候 很多位置是指明哪裏 要用什麼效果 所以其實我普遍做她舊化的東西 她跟著她的要求 做出來都可以很漂亮 例如你看到 是啊 她回來的那些 講舊化的資料很多 那些複帶那些真的真的 是的 也是這些 鋁帶上面也有很多 因為這個 有鐵線固住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 它的底部有鐵線 因為她用了一個非常暴力的方式 是用鉗夾著底部來扭 所以我沒有辦法拆開 正常人手拆不開 剪掉 對 而且這批盒子全部都是 眼是可以亮燈的 它有一個電磁箱在上面 其實側面也有可以打開 這樣 這樣也不錯 對 眼是可以亮燈的 個別的眼是大家都不同顏色的 所以可以亮燈 其實這條鋁帶 這條鋁帶也有關節有波裝 而且這條鋁帶是可以動的 這幾條鋁帶也是可以動的 可以變成像八字腳一樣 對 還有其實關於這個 這個坦克車合體 是比較少用的 因為對上一次用好像是2017年的會員版 有一對的特別版本 其餘時間是沒有用過的 所以就在這裏 我們在Crossover的平台上用 我們看完第一隻 很漂亮 你看它就算普通的骷髏頭 它的舊化 四方形 都已經有很俗 一種瘦化的質感 在上面 DTV 對 特別看後面 它的排氣位 外面 都有這種質感 這個 我真的覺得 一貫它的作風之餘 是水準以上 是 在會場買的 大概幾次 600元人民幣 600元人民幣 但其實如果 因為展後 我們展期之中 是賣的量非常少 是兩位數 所以現在平均 可能你在 因為國內 那些買賣二手加力 一般用限魚的 我們買了600元人仔 現在平均應該可能 1000宗人仔左右 其實大部分全部款 都應該是在炒 都在炒 真的太少了 除了剛才她說 之外 其實這些泥漬 你會看到有些是泥毆彈上來 所以其實這隻舊化 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 也很突顯到 Ashley風格的東西 然後 然後 下一隻 就去到 清水老師的盒子 然後 這個是很有趣的 可能大家看到 第一時間想起 某塊餐店 他也是有某塊餐店的一些 金拱門 金拱門的標誌 這是不標的 沒錯 不過這個是 反轉的金拱門 設計很漂亮 而且呢 其實清水老師 兩位老師 清水老師 和夏孝老師很厲害 他們本身 其實都是Ashley的粉絲 然後 他買很多3A的產品 這隻版 做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 那時候 只是傳了一個盒子的白件給他 他是全部自己噴了回來的 甚至乎 那些效果 也是他噴回來的 其實他們兩位很厲害 沒有想過 兩位畫漫畫這麼厲害 連造舊化 砌模型 都這麼厲害 這個我最喜歡 這個很Graffity 那個感覺很Graffity 就是街頭的 還有很美系的感覺 那些相識 或者那種設計 甚至乎 扇條都是 Hamburger Surprise System 對 可能他是在口裡吐 那個漢武包 漢武包供應 而且這個盒子 是1比6盒子 配那些1比6人玩 對 配那些1比6人玩 對 像剛才那樣大 對 對 其實還有1比12盒子 或者更大尺寸的盒子 這個就是祖道老師的作品 那就是 有它一貫 其實它平時是用毛不畫畫的 所以其實它 你會見到 它很多東西 移印的時候 是會有很多類似筆跡的東西 因為 不足感 對 它部分東西 其實要用手去補 讓它有那種手畫的感覺 所以 近個位同事 Miffa是非常用心的 經常都看到 那塊跟火跟得好 很痛苦 他要怎麼自己下手 他自己勾而引 全部是他自己勾 好厲害 這位Ken又跟他打招呼 是嗎 剛剛請我們喝酒 我醉了Ken 對 你見我不是很喜歡 我醉了Ken 我一杯即聚 你全都出了 接下來 大家可能在展場也看到 我跟祖道老師有一個 比較大型的 類似雕塑的景品 那樣 起初就沒有那個 關於要去做 一些產品的想法 然後 之後 聽到很多人 很希望想要的時候 阿楓哥也都 努力去撤上 對 這個就是 Kelvin老師的設計 亦都是 我們自己人 Facial的版本 你會看到 其實很多 很多Facial模式的舊化 對 你看到頂 這種的舊化 對 很多不同的占式 一些仿古的跡 而且 其實它是有橙色和白色眼的 就是 燈的時候是鴛鴦眼的 就是二色紅 我喜歡這個零字 這個零字 Facial的零 對 Facial的零 Facial的Logo 是第一次出現在 Facial的產品上 旁邊也是 Facial的Logo 會不會是第一次出現 可能也是 Facial的Logo 可能也是第一次 Facial的Logo 出現 Facial的產品 還有它鯉帶的舊化 這個是另外一種 Facial 還有它鯉帶的舊化 我自己很喜歡的質感 很實在 對 它除了尖色之外 在邊緣上掃了壓力 後面這抽是什麼 這抽是一些電腦版 對 是的 它這種 其實鯉帶有兩種模式 鯉帶有橡膠和盒金 它這個就是盒金帶那種 就是有些刮了漆的 只是彈黑的感覺 對 因為它有兩種不同模式的鯉帶 公司特意上網看過 接下來 Kelvin也會做關於王者榮耀原創設計的東西 對 對 柴犬 那這個呢 就是王家衛老師的柴犬 因為其實它本身有柴犬 很有趣的 對 然後它就做了柴犬版本的盒仔 接下來我們也會和王家衛老師有一個 原創設計的合作 對 亦都可以在我們的網站 應該是微博 微博或者微信公眾號上面 你會看到很多關於他的一些設計的概念圖 其實也都著手在做的 那些兄弟 所以可能不久的時間 希望盡快 你覺得是哪一種風格呢 其實他 他就是這樣的 他是人 然後那個人 就一直可以升級 然後其實一直加甲上身 有些像 那個人本身就這樣著甲的時候 有些像剛才經濟創世紀 但是之後著到尾 其實有些像聖戰士的感覺 就是 是挺 華麗的 是 會懷疑的 會懷疑的 即是王老師一直都在內地創作 是的 那他本身是畫漫畫 就在日本那邊獲獎 之後呢 其實一直很醉心於畫他很多不同風格 他普遍你如果去微博那邊 你都會看到很多他的畫作 而且他的粉絲人數是很多 好像有差不多五六十萬的追蹤 又學到東西了 好 這個 Candy 然後就是 Candy 這個造工都不是小東西的 如果仔細看 你會發現他這個粉紅迷彩 印上去那種類型的質感 沒錯 這個就是令Miffer很痛苦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你看到他整個的移印是非常之飽滿的 即是全隻 全部都是移印 每一個角落都是移印 怎麼搞呢 就是你移印完這幅之後 其實很多邊緣位都沒有辦法印得漂亮 是手補 沒錯 就是手補 你會看到有一點點不足 但不要緊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限量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有人手的 是會更加貴重的 更加精貴 不要緊 都是兩隻手做的 在正面也會見到 Candy老師 現在非常之火紅的 Molly 你在各大展會 基本上就見到 非常之多的朋友去排隊炒賣 排隊打架 是啊 真的有人打架 那幾人在上海 這個我覺得就是 這個感覺就是 入屋放進去是一個潮蜜 是啊 無論是顏色 感覺 還有那種可愛程度 其實你軍事 你放一個女仔下去 那個感覺 可以會撞到板板聲 其實這批全批都類似是一種 因為我們當時參加 SCS 是一個潮流玩具展 其實整批都類似是潮玩 你見到近年很多人去做一些 浪交的 很潮流 很多特別上色的玩具 其實我們就跟著這個風氣去 就是做了一批 這麼漂亮的盒子出來 這樣 接下來我們跟Kenny老師 都會在 下一次展會 有機會是BTS 就是也是 唱玩具展 接下來會有一隻新的 跟Molly很類近的 一隻男仔版 的 Lighted Soldier 好像是叫做 就會在那裡 會有機會開賣之旅 這樣 它唯一一隻理帶 是鴛鴛式的 應該說是梅花鑑燭式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有隻很狂的 這個很厲害 那我們來到下一隻 這個哪個 這個哪個 不得了 這個就是Steven Troy 方才說就是 其實我 因為這幾天 那段時間 我們一起飛機去 然後一起飛機回 日久生情 不是 聽了很多辦法 我發現Steven很厲害 他本身是做一些 一些電影 海報設計 那樣 就是畫畫的 然後呢 他說近這兩年 才開始正式畫畫 然後很快地 他就可以開始 出書 出繪本 這樣 然後他武器很快 然後很快 都有人去 上色 邀請他一起去做一些 陶瓷玩具 那樣 所以 其實Steven很厲害 很厲害 你在他的畫上面 你完全不會覺得 這個人 只是踏足了這個畫壇 那麼短時間 但確實真的很有才華 還有如果你沒有接觸過他的畫 沒有接觸過他的畫 沒有接觸過他的畫 你真的會覺得他來自外國 很多那種風格 很不本土 無論是上色 或者設計 甚至乎 整個氣氛 感覺 你都會覺得 好像一些童話 很外國的東西 還有他的人 是很溫民的 你覺得他不是在香港生活那種 有一點點不是人間演奏 是的 沒錯 他人是很 有那種感覺 是一個 很不安不火 那種感覺 是很好的 邁向爐火純精的境界 也很配合他產品的風格 他人本身就是帶著一種 有一種比較夢幻的感覺 是 然後你見到這盒子 其實在這麼多隻裏面 MOLI很難做 但這隻也非常難做 因為其實你會見到 它上面沒有很光的油 其實它是打了幾層光油 在上面 而且打了幾層光油 是很痛苦的事 為什麼呢 例如你去做包裝 或者做其他東西 其實要做很多測試 因為它很大機會會黏著其他東西 然後整幅油脫出來 你為什麼要按我的電話 沒有了 沒有了 你自己按而已 我幫你按 都要賺一賺 都要賺一賺 其實在這麼多作品裏面 理帶的處理 都有不同的效果 是 而在理帶內側做處理 都有的 但做到它這種 有少許的漸變 以及 都是形形的繽紛 是 我覺得真的 那麼多格裏面 其實它全隻都有很多漸變 其實做漸變很難 因為你很多都是要 因為你知道噴漸變 就是拿那支槍 噴焰子槍 就是拉過去散槍 其實你要做到每一隻一樣 每一隻都 做到每一隻一樣 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實差不多每一隻都不同 然後更外乎 就是這些位置 可能多或少也都有 不一樣的 但是也不要緊 其實它本身這配的顏色漂亮 其實它這樣飛出來都很好 就是你不會務求每一隻一樣 但是它每一隻都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是啊 那一口氣就介紹了七隻 是啊 差不多了 現在一口氣了 真石的戰隊 很有童心的 我覺得Steven的設計很有童心 對 還有這盒子 外形簡單 但是看起來設定 是絕對 不容易的 不容易 做工看上色 是值回票的 真的 硬胎 而且它是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 所以辛苦了各位設計師 以及跟著Mifa 很辛苦 那如果接下來真的有朋友想買的話 可以怎麼處理呢 其實我們在上海展賣了一個數量非常之少 那接下來呢 會在五月初在泰國展南 那也會有非常 因為我們剩下的餘數是極少的 所以是有比上海展更加少的數 如果有興趣的就可以去看看 泰國 好 但是詳情如何賣呢 好像是三月四 不是 五月三四五六號 嗯 屋兩兩口 是的 是的 如果有朋友在那邊 就可以托朋友買 或者賣不到 詳情現在多少錢 不知道 其實我們都是他那邊去處理 多少錢 我爭取香港售賣 我爭取香港售賣 不會再做的了 應該就不會再做了 應該就不會再做了 因為都說了不會再做的 出過另外七款 哈哈 哈哈 可能我們去檢查就馬上有了 哈哈 好啊 TV版 TV版 家版 如果真的很有興趣的朋友 可能可以去看看 找人 玩死人 去泰國 賭得到 因為數量真的很少 而且外面是非常之 不太值的價錢 能夠正價買就盡量正價買 不開心 我爭取香港售賣 你爭取到多少正方的Banner 成功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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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我一票 下一屆 好了 我們來到這裡了 好了 唱歌 要唱歌 阿嘉有沒有看你自己的流言 我有看 剛剛有人打的 我打的嗎 你自己打的 真的很可憐 我覺得我這麼專心工作的時候 你太專業了 被人從後玩弄 因為你已經做了 你應該做的事情 我會比較清客 所以做了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不是 在這個時候我要給個like那一字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啦 都晚了 我們要趕美巴車 好了 各位觀眾 尾聲啦 好了 準備 來來來 3 2 1 GO 嘩 唱歌 想到是歡樂 還是悶劇 別人開過頭 悶劇TV 再會 各位觀眾 晚安 晚安 今天是短褲 拜拜 拜拜